这一口下去会不会腊肥 全是这种辣椒 东北梨驼子你吃过吗 东北梨驼子 从来没听过 它好像就是南果梨的干 南果梨你们知道吧 就是安山特产 吃起来有一股酒香的小园梨 然后这个就是南果梨干 它长这样 你们看它长得急了咕噜的 这样闻着有一股梨汤的那种 甜甜的清香 里边是有糊的 酸酸甜甜的 带着很浓的梨子味 口感有一些梗 就是还带着梨中间那种颗粒感 吃起来像反沙拉的软糖 还挺有意思的 你看没有吃过这种口感 然后它还有一股冻梨味 感觉还不错 下一个 这个是广东梅州的香辣鸡翅根 香辣鸡翅根也是一种零食吗 但是我看它都很多年了 1983年的 这个需要微波炉加热 加热一下 感觉热出来了好多油 我是不是就过头了 感觉好像有点硬 它它是那种脆脆的 然后很有嚼劲 这东西还挺香的 它比店里现做的那种炸鸡翅根 要硬好多 有点像牛肉干那种口感了 其实不是很辣 它是那种油香油香的 刚打开的时候 有点香菇肥牛的那个味道 但是你教到后来我觉得它还挺柴的 下一个 这个是新疆的天山雪莲辣椒丝 据说这个辣椒丝在新疆的地位堪比老干妈 这个东西我等了半年才吃到 之前是因为疫情 然后后来因为过年 就跟我报单 我怎么觉得它的茂严 它为什么茂严了 我真的是辣椒呀 那我的雪莲 可能是它的名字 天山雪莲是个名字呀 没有天山雪莲呢 应该是这样的 全是这种辣椒 这一口下去会不会辣肥 让我们浅尝一下吧 蛮好吃的 而且基本上不怎么辣 咸咸的 然后微甜的味道 辣椒吃起来是耿啾的 让辣椒皮很有弹性 里面这个油也很香 很神奇 看起来很辣 油香 这个玩意夹馒头肯定老香了 夹饼 最后一个咯 湖南的特产 茄子皮 好奇怪哦 谁会把茄子皮当零食呢 有点晶莹剔透 虽然较茄子皮 但还是有点肉的 闻着有一点臭 萝卜蜜腱的口感 脆脆的带一点梗 但这个味道 是我不那么喜欢的味道 有辣椒的味道 然后有咸味有甜味 感觉像江西跟湖南那边 一样也是咸甜辣口 但是就是跟东北人的咸甜辣口 走向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其实有一点像那个 江西酱饼的味道 我个人有一点不太习惯 所以会不会有人觉得 东北的甜口的半季鸭 就是非常奇怪 今天没吃饱 我没有 我没有